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映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 为了厘清金华城案 检方侦办进度不断 两度提训沈庆金 以及先后提训政府市长 应小微等人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关键罪证 收押第十二天 检方首度提训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走下球车 刻意拿文件遮住上铐的双手 但这回他没有把头撇向另一边 而是抬头挺胸 走完这短短几秒钟 眼神似乎有一度看向媒体 检方接力士询问 上午则是找来危惊小沈神庆金 坐在轮椅上被罚警 推下球车 身体看似相当虚弱 同样也用公文遮住手铐 律师挥手摇了摇头 是不愿多答 还是否认神庆金转污点证人 检方立平两个月内找出关键罪证 从柯文哲收押后除了假日以外密集提训 九号首度提训神庆金十号接连提训 政副市长是不是就想确认金华城容姬到底谁拍板通过 谁盖的章 检方也约谈前都根处原姓副总工程司以证人身份协助 离清案情 紧接着11号上午再度提训神庆金下午首度提训应小微可能是为了追查四千七百四十万金流以及关键USB1500是时间还是金额有无对价关系都得一一离清 检方又以秘密证人约谈台北市前副市长林清荣 为了巩固市政检方侦办进度不断 还有污点证人这张牌 设犯的是贪污智慧条例上的行贿罪时 经甲官事前同意时可以转为污点证人 就其被告所设的犯罪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 如果假设法律规定是减轻其刑时 也就是刑度会直接除以二 会不会为了想减刑全盘突出接连问话 能不能从中问到重要证词 或是又有新侦办进度 就得看检方下一步怎么走 TBS新闻综合报道 检方持续追查 过去曾经警示金华城案印过关 会有违法疑虑的前北市副秘书长李德权 也以证人身份到北检印识 另外现在高雄市的副市长林清荣 2014到2018也曾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也同样以证人身份应讯 结束将这两个小时的应讯 一下楼就被包围 2018年担任台北市副秘书长的李德权 11号下午以证人身份到台北地检署应讯 要配合厘清金华城弊案 对于提问不发抑郁 传出李德权过去就曾警示 金华城案印过关有违法的疑虑 而柯文哲因为这件事遭到收牙禁见 李德权没发表任何意见 领完证人履费后 就直接离开 检方持续侦办 同一天还传了证明证人 先任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 2014到2018年担任台北市副市长 首度以证人身份被约谈 危机集团 董事长省清金指控有官员所会 林清荣就发表声明强调 不要含沙摄影 请直接点名是谁 并提到当年省李靖华城案时 他身为台北市都委会主席 与都发局的立场一致 当时是监察院纠正在先 都发局必须根据尊重监察院的纠正意见 来办理都市计划变更程序 其中都发局在计划书中 也只有同意容积率百分之五百六 明确反对危机集团 主张百分之六百七十九的容积率 而且上述计划 所有都委会委员一致通过 至于容积率暴增到百分之八百四 他早就已经离开台北市府 速度发出声明撇清 发出声明后隔州受访低调不愿多谈 隔一天就到北柬当证人 而接任他副市长位置的彭震生 成了被告积压禁见 柯文哲两任副手 说出多少真相 还原多少事实 都是检方厘清精华成案的关键 另外现在还有报导指出 柯文哲不止一次去桃珠影园 应该就是密会沈庆金 详细的容教宇自身记者邱婉柔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到底去了桃珠影园 接受沈庆金的招待有几次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柯文哲在被积压禁见之前 自己承认说只有一次 而且这一次是在总统选举之后 他说他因为总统选举落选了 所以沈庆金来安慰他 不过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就说柯文哲的说法是错的 因为他接获到爆料 他去桃珠影园的时间点 有两次是在总统选举的前后 另外一次是在他担任柯文 台北市长的任内 他接受到的检举是这个样子的 尤其呢 这其中一次也就在去年9月30号 他是独自到桃珠影园呢 建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巧合的是在隔天呢 他在赴美国的时候呢 手机就不见了 那是不是被怀疑说有可能在灭阵呢 钟小平跟进一步爆料 其实呢弄丢手机 柯文哲自己是会怕怕的 因为他有记账的习惯 尤其呢柯文哲对于金华城给的钱呢 政治现金以及这个木口的钱呢 柯文哲自己是很清楚的 其实真正的大帐篷根本不是他的太太 陈佩琪而是柯文哲自己 另外现在他还有个关键证人 就是这个邵寿佩 据了解这邵寿佩呢 有透露出呢 其实呢金华城当时要做都更的时候呢 并不在这个所谓的奖励区里头 所以呢现在呢 他的证词呢也被认为说呢 恐怕是定罪柯文哲有无图例的关键证词 另外呢金华城按检方持续调查 金流又传出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两阶段分六十多次存钱到自己 跟三个儿女的账户 不过这些内容是谁外泄出去的也要查 北检查办金华城案 除了要追柯文哲 现在要查陈佩琪有没有涉及洗钱 因为根据周刊报道 陈佩琪曾经分两次存入将近七百万元的现金 他的存款的来源是什么 也说不清楚 现在也成了检方的调查重点之一 前分批存入自己与三名子女的账户 前后超过六十多笔 检方才会起疑 陈佩琪解释有科批稿费 选举捐款 小孩押税前 以及父亲过世的遗产 而遗产税一千三百三十三万以上免税 赠予税则是一年两百四十四万免税 因此这些存入的钱都没超过 没有课税问题 但来源有没有不明 才是检方追查重点 他说就是因为有了便当会之后 两三个月陈佩琪去存钱 所以这些钱就来自金华城的钱 没有人要听我的 针对金流来源 看似每笔款项都已经交代过 但检方恐怕没这么容易相信 毕竟攸关 起不起诉 曾医师也不断地在各种场合 已经说明过他跟检方清楚地交代金流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北检仍然以不与证实的方式来回应这篇报道 所以这样子的套路到底要完多久 侦查期间不断有爆料 检方发声明表示会另案追查谁泄密 但这些资料就是从护益证电子闸门查询 每一个法官或假官 其实他都有一个允许进入通到所有政府资料库的一个资料库的入口 包括税务财务不动产的异动甚至金流 灰外流问题可能出在资料库 但只要查询势必会留下记录 因此应该不难查出谁是泄密者 决定权在于检方何时要动起来 TBI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现在传出柯文哲在访美期间弄丢手机 又跟金华城案有什么关系呢 再把时间交给婉柔 去年柯文哲掉手机到底跟审庆金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现在周刊就说柯文哲访美掉手机 他当下是把云端的备份资料给全数删除 尤其在进一步妻子陈佩琪就开始到 这个ATM的小额存款超过了40次 所以现在这篇报道是不是怀疑 陈佩琪也是整件案子的共犯 来犯这个洗钱罪呢 那今天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主任 陈志涵就帮忙回应了 他就说当时陈佩琪有很多的证据资料 在跟北检陈述的时候都不被踩信的 而是用所谓的偏颇报道 让大家怀疑这个党检媒是三位一体的来施压 或压人取购 根本就是破坏司法的公正性 等于说是直接在控诉北检的 另外陈志涵也呼吁说 这个证据应该要到哪里就办到哪里 而不是胡乱的放消息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讯息 带你一手掌握 另外名嘴还爆料柯文哲的众望基金会 成立时间点刚好就在金华城 动图案后的半个月 而且两个月两年内花费超过两千六 却找不到公开财务报告 早已洗钱 柯文哲的众望关怀基金会 在2022年11月2日成立 就在金华城2022年10月19日 动图后半个月 也跟检调查出省庆金的1500 相隔一天 遭指引基金会近两年收入 2700万谁捐的 众望基金会的一个 两年总计2700万元的一个相关的收入 跟审庆金有没有相关联 根据基金会官网 只办过四场活动 总支出却超过2600万 但是只看到一张10万元收据 而且今年度预算书 全无会计师董事长盖章 等了一个多好时 看见陈志涵终于收进出办公室 就是没人可回应 只等到一张声明 成名嘴所示报表 是财务预算表 非最终实际收支 每笔金额皆有凭据 却又被抓包 不符合社会局规定 必须最晚的话 是在第二年隔一年的5月31日之前 就必须要把这个相关的财报 完整的给揭露出来 舒适方应该是在民众党 或者是这个众望基金会 众望基金会跟柯文哲办公室一样 都在台博大楼 而基金会董事长呢 就是柯文哲老同学李文宗 也是现在政治献金案的被告 被电子监控当中 我们实际联系他看看 他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但党中央没有办法代为 去替众望基金会 来针对他们的运作方式 进行回复 柯文哲曾称 基金会是政治人物 藏钱洗钱的魔戒 现在换他自己被检验 TV新闻范云轩 陈永文台北报导 好各个媒体都有报导 这件事情 只不过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CN指出说 截至今天已经收到了 13件的媒体申诉案 内容多半是民众质疑案件 仍然在侦查中 媒体报道是否违反事实 查证有关 柯文哲涉犯图利罪 各媒体都有报道 只是关于柯文哲 1500跟700万的金流 NCC说一共收到13件申诉 关于1500的部分 有10件是3例 那有一件是禁电式 摊开民众检举内容 都是质疑报道 是否违反事实查证 NCC说若真违反 可以为广法开罚 20万到200万元 只是NCC的表态 会不会跟民众党的呛下 有关系 毕竟立元新外期 国民党人定调 继续跟民众党合作 尤其柯文哲爆出争议至今 朱立伦挺柯的心没变过 连论述方式都跟民众党一样 但这话民进党吞不下去 整理蓝白操作司法 不信任守法 只是要为司法 哪有说一个党精神分裂吗 你分成两边 一边把柯文哲 骂到体无完肤 另外一边还假情假意 配合柯文哲说 这是执政党在政治斗争他 王世坚想趁机解裂 但蓝白河也不是 说明就明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柯文哲遭到收押之后 今天是民众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召开会议针对接下来会有 至少十二场的遍地开花宣讲活动 十三号将由立委黄国昌 在新北新庄宣讲 在柯文哲被收押后 民众党中央委员第一次会议 如期召开 要证明党务运作没问题 并聚焦在如何声援柯主席 继八号两万小草上街支持 十三号由黄国昌到新北新庄开讲 未来一个月规划九个县市 包括外岛金门 陆续至少有十一场的中小型座谈会 当然是由下而上遍地开花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会不会再找国民党人士参与这样 不预设立场 关心台湾的公平正义跟司法正义 都欢迎来参加 他能号召小草的心 而党中央也要求各地方党部动起来 查查各县市是否有可疑的荣基律案 若发现不法不排除诉诸司法 高雄不管是新竹 让更多的类似的案件 大家可以一起拿出来讨论 倒不是其他的这个 大家外界所什么解读的一些政治上的操作 集中司法上像是尽管柯文哲不抗告 但依法气使陈佩琪能代夫抗告 看来主席意志很明确 不过前任秘书长谢立功在脸书提出建言 直指政党长远发展为由 建议柯文哲认罪协商 但这话惹怒了小草 痛斥到底是哪个党的 没做的事为何要认罪 劝你自己先退党吧 在中平会这边已经收到了相关的陈情 那也会先立案来调查 拿出习与主席的话 挡下这一刀 扮演党内乌鸦这角色 确实不容易 TV新闻主播的女轩 台北查报道 再来关心 昨天晚上空军飞行员谢佩勋 驾驶幻象2000单座战机 从新主机地起飞 发动机突然失效 他紧急跳伞 只有一分钟的反应时间 最后历经波折 顺利获救 9月10号晚上11点03分 抱着救生圈的幻象飞行员谢佩勋 终于被救起 只见他穿着蓝色的飞行服 还有点力气 海巡帮忙拉 而他自己爬上了海巡舰 9月11号动摇 3点 动摇 抵达台中港后 医生上舰检查 随即转救护车送院 10号晚上8点05分 谢佩勋上位驾驶机号 两栋四拐幻象2000单座机 从新主机地起飞 8点35分呼叫 动力丧失 所有单位货报 花费近两个小时 10点20分 巡获目标11点03分 成功就到谢佩勋 空军证实前一批落地的战机 有遭受尿急 但两栋四拐机为何坠害 外界担心服役超过25年的幻象 已达中后售期 本周已经在达缩公司 能连与基础的人寿合员 并且已经完成了合员的新定 在当作使用部分 因为目前在整个使用的受限的部分 因为受限的话 距离它的受限 它有短短长的时间 F16 V Block 70 陆续引进台湾之后 那幻象2000就会评估 就是它的操作成本 还有就是这个后续的 后勤补保的这个来源 总体考量 适度的就是予以这个延寿 那当然就是部分 就是可以封存 幻象自1997年服役以来 这是第九次失事 过去已有五名飞官殉职 但有八人获救 最继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要等打捞机体和黑盒子来解答 TVB的新闻许峰云 催众群都听了N小组台报道 获救的空军尚未卸配薰 虽然背部跟警服挫伤 不过幸好状况都稳定 今年三十岁的他已婚 有两名小孩 妻子也常常在脸书 分享一家人的合照 而总统赖信德 也特地到台中的医院探望 赖总统站在病床前 关心落海飞官谢佩勋 为他加油打气 谢佩勋轻轻点头回应 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我代表国家 衷心感谢谢佩勋上尉 还有全体国军保家卫国 他们的训练是不分昼夜的 谢佩勋十号晚间 在新竹外海弹跳获救 前往医院救治 幸好没有生病危险 院方表示 有立刻做电脑断层和核磁共振 目前状况稳定 主要是因为他是飞机弹射出去 所以其实在那个 重力加速度的情形之下 他那个机转也担心颈椎会有 会有状况 那包含落海的时候是一个背部 背部落海的情形 所以才会有颈部啊 背部的一些挫伤的情形 院方强调会再持续观察 谢佩勋的状况 谢佩勋三十岁 桃渊人是空军官校 105年班毕业 飞行总时数795小时 已婚育有两名小孩 谢佩勋在脸书曾po出 和妻子出游的甜蜜合照 妻子也时常分享一家人的照片 去年8月14号空军节 妻子还带着儿女探视谢佩勋 在航空嘉年华 拍下一家四口和战机的合照 但妻子也透露 因为丈夫工作的关系 不常回家 常常要一打二照顾小孩 丈夫看似光环的职业下 有多少心酸 小孩跟另一半也都忍受寂寞分离 表示丈夫用生命保护国家 也守护他们一家 高中同学透露 谢佩勋从小就立志要当空军飞行员 家人朋友都相当骄傲 最希望的是每趟飞行都平安落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佩勋在进行夜航训练 战机坠毁前弹射成功生还 而殷商马丁贝克生产的弹射座椅 成为背后的大工程 飞观谢佩勋坠毁前弹射成功生还 幻象战机的弹射座椅功不可没 它是由殷商马丁贝克公司生产 型号为MK10标榜1976年以来 已弹射超过1400次 马丁贝克官网一打开 就看到7730四个数字 它指的是迄今有7730名飞官 弹射生还 谢佩勋正是第7730位 幻象过去九次重大飞案事故 七人获救 而F5战机就曾因弹射椅 造成两名飞官投颅初血死亡 国军2022年投入6亿元预算 购买马丁贝克弹射椅 时任总统蔡英文 2022年初参观制航基地时 还特别展示全新座椅 马丁贝克还成立弹射俱乐部 奢还归来的飞行员将成为会员 弹射人的一份子 还会收到专属纪念品 不过台湾却没有加入这个行列 这个可能是军方的考量 单纯的考量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限制 国防部11号下午记者会 也做出回应 目前我们并没有得到 马丁贝克公司 有相关的一些 要申请或是提出 要送给我们什么证书 或这些评论之类 所以这个目前 比较加刺性的问题 那我们本军还没有 国防部表示 如果马丁贝克有提出来 会再向民众说明 看来短期内 台湾飞观还无法在 弹射俱乐部 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昨天在救援的期间 除了空军直升机的揽神出问题 让搜救过程一波三折 空军的搜救资讯发布 也比海委会主委 管毕临的脸书资讯慢得多 对此空军也致歉 强调行为担心发布错的讯息 时间才会拉得比较长 夜空变成白斗 十二晚间幻象战机 坠海之后 空军C-13路运输机 第一时间在新竹外海 投放照明弹 但最后怎么是在台中港上岸 因为空军救护队的S轮动C 晚间8点52分 从嘉义基地起飞 9点半前抵达目标区 投入搜救 约50分钟之后 在晚上10点20分 目视飞行员执行调挂救援 但这时却发生掉龙故障 我们跟救护士 随起下海 然后执行救护的工作 把人员打高到华南之后 才发现这个康城没办法推收 这个时候17225 还在南面很远的地方 但是海巡族的两艘船 已经在附近了 钓过南城出生地 于是呼叫附近的海巡舰艇 而随后海巡100吨的台中队 腰洞洞三腰艇 将飞行员拉上甲板 海巡35块顶则从旁借户 至于空军的直升机 则飞回新竹基地 整个搜救过程 一波三折 机器有别于空军 时隔一天才对开城不攻 还会注意管闭领 则是第一时间就频频更新资讯 从晚间 9点38分就开始po文 10点47分 证实救到飞观国防部 则到11点08分 才证实飞行员获救 相较于国防部的资讯封闭 管闭领的公开透明 则被称为空军发言人 毕竟自己的飞观落水 却都由海委会帮忙发言 事到如今空军也只能 说声拍谁 TVBS炫悟 自动讯流 听音乐分析修处 台北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